負面的話語有殺傷力 你們覺得正面的話語有激勵效果 還是負面的話語有激勵效果 舉例來說 今天我跟我的學生說 你再努力一點 你今年畢業應該沒什麼問題 愛的教育 一種話語是說 你再不努力 我看你今年不想畢業了 你覺得哪一個同學聽了以後 會比較努力 努力之後愛的教育 你會 應該沒有問題 第二個是什麼 你再不努力 我看你不想畢業了 跟員工說 你努力一點 今年達到業績是沒有問題 還是講說 你再不努力 我看你明天你不想幹了 OK 我們這個東西見仁見智 但是呢 你知道負面這個話語 人們產生的impact 打擊是比較大的 打擊是比較大的 舉個例子 我再問大家 你們覺得正面的好消息 要一次講完還是慢慢講 慢慢講 壞消息要一次講完還是慢慢講 慢慢講 這個非常重要 你要永遠切記一件事情 壞消息對你周圍的朋友跟老闆的影響是很大的 你不要說老闆我今天跟你講一個壞消息 老闆我再跟你講一個壞消息 過一個禮拜 老闆我再跟你講一個壞消息 一天報一個壞消息 你就是給你的老闆臨遲致死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人要講正面的話 如果你是一個很負面的人 你就要注意你周圍的人已經被你臨遲致死了 因為每一件事情都在挑毛病都在講負面的話 所以人家說壞消息要一次講完 你講完之後老闆啊 死透了之後呢 第二天就心生了 懂我意思嗎 那好消息要一次講還是分開講 慢慢講 好消息的impact比較小 因為聽多了就覺得啊這個 這個這個 所以你不要一次講完 一次講老闆很開心 你要一天講一個 老闆我給你講一個好消息 過了一天 老闆我再跟你講一個好消息 過一天再跟你講一個好消息 老闆就覺得你是喜鹊 懂我意思嗎 所以什麼叫做快樂 其實跟話語是有關係的 你把一件事情講成正面跟講成負面 會產生不一樣的impact 懂我意思嗎 人家說在這個餐飲業裡頭 譬如說你叫他等 譬如說他有人complain說 你的菜怎麼還沒送上來 你到底要跟他說等一下還是馬上來 馬上來是正面的話 等一下是比較負面的話 你懂我意思嗎 話語是一個 故事也是一個 這個想像力跟記憶 還有參考點 你知道所有的美醜 快樂不快樂都是參考出來的 西方有文獻說 人類最不快樂的事情 就是你的好朋友中了樂透產 譬如說 你的好朋友平平無奇中樂透產 老闆發年終獎金 bonus 你拿了三個月年終獎金 開不開心 如果你想到你的朋友只拿一個月 你就會覺得三個月好多 當你旁邊那個拿六個月 你就會覺得三個月好少 你懂我意思嗎 你今天住房子 你住了100平米 如果你的朋友都住100平米 你住200平米 你是豪宅 如果一天你的朋友都住300平米的時候 200平米就是一個什麼 所以人要懂得比較 因為所有的事情快樂跟感覺是什麼 是比較出來的 美醜都是比較出來的 你知道嗎 所以在美國 男生很容易變成白馬王子 女生很容易變成白雪公主 舉例來說 你相親的時候 男生要帶著這個 陪伴的人要比自己帥還比自己醜 女生如果要相親的話 旁邊陪伴的人要比自己漂亮還比自己醜 你結婚的時候 伴郎要比自己帥還比自己醜 所以你要發現 如果你常常被人家去找去當伴郎 不是因為你人緣好 因為你是他的參考點 你懂我意思嗎 這個參考點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好 那當然 這個中介編輯我們就不提了 後來我們談到一些所謂的快樂工程 快樂工程談到的是說 我們要如何去建立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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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工程 因為 好了我把這個 我 容我大概這個 多講三分鐘的時間 算我虧本 我把一個我的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正在做這個研究 因為我的理論分為三個部分 叫做快樂經濟學 快樂是可以賺錢的 一個叫做快樂競爭力 快樂就是你升官發財 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不只是玩樂的事情 第三個我們談到是快樂工程 我們就要研究 到底什麼東西可以產生快樂 到底什麼東西可以讓員工快樂 我們就開始講說 其實好 在我們的學術研究裡頭 有一種東西叫做中介變數 中介變數才方才是決定 你快不快樂的真正的變數 聽得懂嗎 以前我們在美國看過一個這個研究報告說 說參加舞會的人成績會變好 他們說不曉得為什麼 就有個統計報告正相關 因為參加舞會跟成績是成正相關 那當然學者 專家的解釋是說 因為去跳舞的人比較放輕鬆 所以你就變得比較活潑 成績會變得比較好 後來我就決定去跳舞 結果跳完舞之後成績沒變好 我們在管理學通談到 只要有人跳舞成績變好了 有人跳舞成績沒有變好 就表示跳舞跟成績中間有一個中介變數 懂於什麼 外行人看門道就是看跳舞成績會變好 只要有人跳舞成績變好 有人跳舞成績沒變好 就表示跳舞跟成績中間有一個中介變數 這個中介變數通常人類看不到 通常是要猴子有街頭智慧的人看得到 為什麼猴子不需要戴眼鏡 因為猴子不懂統計 他就會去看那個中介變數 後來我發現什麼呢 原來那群成績會變好的 在舞會中會開始交換歷屆考題 會交換考古題 你跳舞如果沒有去交換歷屆考題 你的成績不會變好 你跳舞如果去交換歷屆考題 成績會變好 所以統計學所說的跳舞跟成績變好 中介有一個中介變數 因為這一群跳舞的朋友 就會成為患難與共的真誠朋友 他們會交換考試情報 這個訊息才是真正變好的原因 那同樣的道理 我們就來思考 為什麼有些人唱KTV會快樂 有些人唱KTV不快樂 為什麼有一些人 這個開寶馬會快樂 有些人開寶馬不會快樂 也就是所有 你所有做的事情 跟快樂的中間 會有一個中介變數 那我說我在這個 剛剛看的那本書裡頭 我四年前出版的一本書叫做大排長龍更快樂 那我問大家 排隊會不會讓你快樂 不會 你知道 我們發現 這當然這個可以討論下去 不然我怕我虧本虧太多 所以我們就不討論了 我們講簡單一點 幾年以前呢 這個在上海不是有世界博覽會 你們去看了嗎 我很多的學生都去看四國會 對 那回來之後呢 都在抱怨 他說老師 排隊 排隊 看一個台灣館排了四個鐘頭 看了一個中國館排了多少個鐘頭 看了什麼館排了多少個鐘頭 每一個人都在抱怨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是用非常驕傲的語氣 跟我抱怨 聽什麼 他說台灣館我排了四個鐘頭 天啊 搞了一整天只看了台灣館 但是呢 哇 台灣館真好真好 哇 因為我排了四個鐘頭 後來因為看的太好了 所以台灣決定把台灣館搬回台灣 搬回台灣不需要排隊了 請問有沒有人去看 沒人去看了 所以人們去看台灣館的原因 不是因為台灣館真的好看 是因為老師 我花了四個鐘頭才看到 你沒有看到 聽得懂嗎 那種所謂的這個排隊 有些人排 為什麼我排地鐵不會快樂 我排電梯不會快樂 但是我排世博會會快樂 我們再來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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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這個東西有些台灣的例子 我們就不講了 譬如說 iPhone 5S 為什麼買不到 這叫飢餓理論 大陸這樣叫飢餓 飢餓行銷 因為 你當你在排隊的時候 你們到晚上可以到那個公館商圈 有一個賣那個紅豆餅的攤販 要排隊 我很不喜歡去排隊 但有一次我去吃了那個麻辣火鍋 那麻辣要排一個小時 那我說好吧 我就去買那個紅豆餅 我就排隊 排隊的過程 我看到那個做那個紅豆餅的一對 那個老父子 慢慢做 你知道排隊排很長 我們過去的理論不是告訴 我們要等少過客戶等待時間嗎 因為客戶等久會不滿意 但我看到這兩個做紅豆餅的 一點都不著急 還一邊聊天一邊做 你知道那時候其實我有點生氣 所以怎麼不快一點做 還在那邊聊天慢慢做 後來呢 我後來排了20分鐘排到 請問我20分鐘排到的時候 我買幾個 一個10塊錢台幣 我只要吃一個或兩個 結果我買了一打 為什麼 因為一打一 我說我排了20分鐘 我會只買兩個嗎 後來我發現不只我買一打 我前面那個人也買一打 我後面的人也買一打 每個人都在買一打一打的在買 我看每個人都只要吃兩個 就買一打 為什麼 因為你排隊了20分鐘 你懂什麼 為什麼 但是呢 你當你把這個紅豆餅拿到學校 給學生看 學生都會非常開心說 老師你買紅豆餅請大家 這是要排隊的 你知道意思嗎 那那個時候你的驕傲感 跟價值感就出來了 簡單而言 我只是舉個簡單的例子 其實我們在做一個研究 排隊定價 價格付出關係 創造感恩讚美意外發現 期待棒極樂 正向思考感覺 這些都叫做快樂元素 這些東西為什麼有一些人排隊會快樂 有一些人排隊不會快樂 為什麼有一些人有感恩 有一些意外發現會快樂 意外發現會不快樂 有一些人簡單會快樂 簡單不會快樂 我們說這些東西是構成了整個快樂的感覺的一些元素 我們應該講完了我看看 對 好來這張看一下 那講到這裡因為這個 我們講了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講的是快樂經濟學 我覺得我們的經濟要轉型 要追求更高附加價值的東西 最高附加價值的東西質量很重要 服務很重要 但是要記得感覺跟轉變 從西方的文獻告訴我們是更高附加價值的東西 而這些是要靠熱情所產生的 第二個的重點 談到的是快樂競爭力 我要告訴大家 你們 包含你們的孩子 未來在社會上會不會有成就 許多時候他心中的熱情跟快樂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過去製造業我們不需要賣效 但是未來在服務業裡頭呢 你表征出來快樂只能夠裝一室 沒辦法裝一室 所以他是真正很陽光很正面的人 他是很陽光很正面的人 他會成為你們公司的什麼 或成為這個社會上經濟上非常重要的競爭力 第三個部分談到是快樂工程 這個是我跟我的博士生跟碩士生 我們在做的研究 因為我們想建立一個建構快樂企業 跟快樂產品的結構方程式 因為我個人是工程背景的 我雖然做管理學院的院長 告訴大家